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上分析员小桃 在昨天的那期视频里面 我们从美联储的新晋英王 Wallet的这个视角去看了一下 过去这一两个月以来 他是如何看待一系列的经济数据 然后底下有一位观众的留言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提问的是 如果失业率和CPI同时上升 那怎么办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如果真的碰到这一类的问题 那我估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可能都没有用 这时候可能就得靠第三个方法 什么方法 向上帝祈祷 因为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滞涨 CPI在上升 失业率在上升 同时经济的增速在放缓 甚至于进入一个衰退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的去聊 这个问题的话 通常情况下 如果我们看到失业率上升 经济增速放缓 甚至于进入一个衰退 都会导致需求这一块的降低 而通胀的形成 无非是由于供需之间的不平衡 所以如果当因为经济衰退 导致需求降低 同时还会出现一个通胀 那背后就意味着需求降低的同时 供给端降低的这个幅度 比需求端降低的幅度要更大 所以通常情况下 如果出现这样的一种经济现象 一般都是因为在供给端那一块 由于一些外因导致供给减少 比如战争或者自然灾害或者疫情 这一些都有可能会导致短时间之内在供给端的一块得到破坏 所以这是背后有可能会导致这张的原因 好吧 那讲回今天的视频 今天我们聊些什么呢 首先当然先去看一下苹果的新闻和加拿大央行这边的加息情况 然后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推特 有关注的话 大家应该会看到现在市场上有两组对于第三季度GDP的预测 一组是来自于亚特兰大联储 现在他们最新的一个预测 第三季度GDP的增速是在5.8% 要将近6% 另外一组是来自于圣路易斯联储 他们最新对于第三季度GDP的预测在负的0.07%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一家联储预测经济增速会非常的好 另外一家联储甚至于预期经济会进入一个衰退 那到底哪家联储可能会更正确呢 非常简单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两组预测 历史上和实际的数据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差别 然后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今天美联储公布的贺皮书 我们可以通过贺皮书去了解一下 当下的一个经济情况 就业情况和通胀情况 贺皮书其实是以调查的这一个形式 反映出相对比较及时 并且比较接地气的一些经济数据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在开始之前 还是希望各位CEO可以帮我们这期视频点一个赞 因为你们的每一个赞都有可能会换来另外一位CEO的关注 首先是今天市场的走势 美元小幅上涨了0.1 两年期和十年期美债有不同幅度的上涨 今天的石油继续上涨1% 过去一个星期石油上涨了7.2%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美元美债原油这三个市场都在往软逐鹿的这个方向去走 如果我们认同市场软逐鹿的这个故事 其实股市这边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担心 因为即使在过去一个月两年期上涨了25个基点 十年期25个基点 美元上涨了2.8% 从三大指数这个角度去看 标普也就下跌了0.3% 那只下跌了0.1% 美元的走强 美债收益的上涨 有可能对于股市这边P1市盈率可能存在一定的压力 但是现在经过前段时间的一波上涨 市场最需要的是什么 股市这边市场最需要的是得到基本面上面的支持 所以比起其他的情况 软逐鹿肯定是当下股市最需要的一个结果 因为可以对EPS的增速得到一个支持 反之如果我们不认同市场写的软逐鹿的这个故事线 那我们需要担心的是 当下市场超过20倍的这个P1 是不是在过去一段时间 对于未来EPS的这个增速过于乐观 然后我们先来看两条新闻 最重要的一条新闻应该是和苹果有关 今天苹果股价下跌了3.6% 国外的主流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 聊的比较多的是 中国禁止他们的政府部门使用iPhone 然后今天其实在亚洲盘开盘之后 有韩国的一家公司和中国的一家公司 都是苹果主要的供应商 他们的股价分别下跌了5.6%和7.8% 华尔街日报的描述是 其实以前中国政府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但是这一次好像这个规定 所涉及的范围更大 我个人看到这条新闻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 这一个时间点实在是太过巧合 因为就在一个星期前 华为推出自己自研的5G手机 我们在前期视频里面还刚刚聊过 华为新推出的这一款手机 在中国对于苹果市场 到底会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大家对于那期视频下面的反馈 我有看到有些人认为 对于苹果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有些人认为我可能低估了 对于苹果的影响 我觉得接下去我们应该会看到相对比较专业的机构 他们会去推测这一次华为新的手机上市 对于苹果在中国市场的这一块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这背后的研究应该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手机和手机之间 纯性能和价格上面的比拼 第二个方面应该是也要纳入政治上面的影响 然后是今天的第二条新闻 加拿大央行今天宣布保持利率不变 在开这一次会议之前 我有和大家分享过市场对于这一次加拿大央行加息的这个预期 百分比其实是非常的低 所以对于我们加拿大观众来说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是不要去听信任何一个人的预测 只需要相信我和大家分享最客观的市场参与者 他们对于加息的这个预期 当然在整个这一次加拿大央行加息的过程之中 曾经有两次的会议加拿大央行是比市场的预期多加了25个基点 但是最基本的起码我们可以拿市场的预期 作为一个发生概率最大的这种情况 好吗 然后下一次加拿大央行的会议是在10月25日 市场现在预期仅仅只有27%的这个概率 加拿大央行会再加息25个基点 并且如果加息 那这将成为最后一次加息 看完今天的新闻之后 我们就来聊一下两个不同地区的联储 对于第三季度GDP的预测真的是南辕北辙 一般来说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 其实是亚特兰大联储的这个GDP脑的预期 截止至9月6日 他们对于第三季度GDP的预测是在5.6% 非常高的一组数据 而亚特兰大联储预期差非常多的是 圣路易斯联储对于GDP的预期 第三季度根据现在的数据 他们预测是在负的0.07% 所以一个是5.6 一个是在负的0.07 而且这个预测还可以差得更加离谱一点 那到底哪家联储可能更加接近于真实的数据呢 这时候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根据这两个联储历史上的这些预测 我们去做一个回测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二列是亚特兰大联储的预测 最后一列是圣路易斯联储的预测 中间那一列是最后的真实GDP数据 大家自己可以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去看 但是起码从过去六七个季度去看的话 亚特兰大联储其实是更加接近于真实数据 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今年的第二季度 亚特兰大联储预期是在2.41 真实的数据就是2.41 而圣路易斯联储预期只有0.8% 再往前推一个季度 亚特兰大联储认为是在1.13 实际的数据是在1.06 圣路易斯联储的预期是在0.56 如果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 推到2022年的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 我们知道这两个季度真实的GDP数据 是出现了一个负增长 这边是真实的数据 当时亚特兰大联储对于第二季度GDP的预测 他们也预期是在负的1.2 所以不单是方向上正确 而且这最后的一个数值和真实的一个GDP数据 其实算是非常的接近 但是圣路易斯联储当时他们的预测 第二季度GDP的预期是在4.1% 这一个预测可以说是差的非常的离谱 所以看到这边我们基本可以做一个结论是 亚特兰大联储对于GDP的预期 比起圣路易斯联储来说 绝对是更加的精确 最后是彭博他们这个团队 对于第三季度GDP的预测 他们预期是在3.5%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今天美联储发布的贺皮书 其实里面的讯息非常的多 所以我尽量帮大家把所有的一些内容全部过一遍 首先第一部分是关于经济的活跃程度 在7月份和8月份经济的这个增速 相对比较modest比较缓和 但是在旅游上面的花费是强于市场的预期 多数被美联储采访的对象 他们都认为 现在我们看到旅游这一块的情况 是因为疫情所积压的这个需求 在最后一个阶段得到释放 第二点 从其他的消费情况去看 零售消费这一块是继续放缓 特别是在非必需品消费这一块 特斯拉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不断在降价特别是在高端市场这一块也开始进行降价 这就说明相对受通胀影响比较小的这一部分高收入人群 现在在花费这一块也开始放缓 然后他们继续说 有一部分消费者 他们认为已经消耗完了 他们在疫情这一段时间所积累的储蓄 并且他们现在更多的是依赖借贷来支持现在的消费 然后第三点 新车这一块的销售有所增长 主要是因为库存的增加 并不是需求的增加 然后最后一部分第五点多数的联储 他们指出消费者的借款的总金额开始上升 并且有一部分的联储 他们提到拖欠率也开始上升 讲到拖欠率 因为其实我们前面看的是7月份和8月份的数据 根据最新每一个季度所发布的这个数据 拖欠率其实第二季度已经来到了2.77 而疫情之前的最高水平在2.66 就是从信用卡拖欠率这个角度去看 现在其实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 这些数据其实都反映了消费者的健康状况 再变得越来越差 现在我们只是零星的看到一些数据 这边一点那边一点 并且主流媒体所写的这个故事件 或者把这个焦点都放在GDP上面 但是我们知道像这一类的数据 信用卡的拖欠率最终它继续上升 就是转化为坏账率 而坏账率最终就会转变到消费这一块的增速放缓 特别是现在失业率还没有上升 试想一下如果接下去我们看到就业率持续上升 信用卡这一块的拖欠率是会上升还是下跌 讲到信用卡的拖欠率 今天我在推特上其实看到另外一组数据 和前面美联储的这个数据 其实是比较的相似 只是和前面不同的是 这边分为了两组 第一组是前100大银行 第二组是其他的银行 就是一些中小型银行 如果我们分开去看的话 前100大银行信用卡的这个拖欠率 其实和前面数据基本差不多 回到了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其他的一些中小型银行 这个拖欠率已经高过了2020年的疫情 高过了0809年 高过了00年的科技泡沫 但是关于这两组数据 我想提一点的是 这边右上角是调研机构的名字 但是我并没有它数据来源的处处 因为我感觉这一组数据员 获取的方法可能并不容易 所以对于这类的报告 我们只需要大致知道一个方向 把它当做很多数据里面的 其中一个节点就OK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贺皮书里面 另外的两部分 一部分是就业市场 另外一部分是价格 就业市场这一块 从一个大方向去看的话 增速得到非常明显的抑制 但是即使来说 整体就业放缓 很多联储还是提到了一个供给不平衡 然后第三点 从就业市场的保留率来看 得到非常明显的改善 关于这一点 前段时间我也带大家看过 很多行业的一些离职率 现在已经降到了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 然后第四点 关于工资增速的这一块 今年的上半年 很多的联储反应还是看到了工资的增速超过预期 但是在他们的一个调查里面显示 很多的用人单位都表示 今年的下半年将会非常的不同 他们预期在短期之内 工资的上涨开始放缓将是全方面的 最后一点 关于价格的上涨 很多企业已经表示 他们想要把通胀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所以这直接导致的一个结果 就是他们那个profit margin 盈利能力开始下降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最近这一个季度 第二季度 所有标普500的公司 他们的一个profit margin 盈利的这一个能力 也是在过去几个季度里面 最低的一个季度 在11.5还是在11.6左右 今天虽然收盘 苹果下跌了3.5% 但是苹果的股价还是非常的香 针对我们各位美国的观众 现在只需开户 且入金1000美金 就可以总共获得15股免费的股票 在这些免费赠股的抽奖池里面 就有像苹果迪士尼这一类的个股 如果首次入金达到5000 在前面的这个基础上 还可以再获得一股特斯拉 或者谷歌的赠股 针对我们加拿大的观众 现在可以通过注册 并且完成新客户的任务 最高可以获得8次抽奖的机会 抽奖池里面包括亚马逊的礼品卡 Tim Hortens的礼品卡 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就会公布具体的入金细则 和入金的活动 到时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带给大家 好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观众别忘了 睡前养成点赞的好习惯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